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耀权财经》台的直播时间 来到五间总结的环节 我身边的嘉宾继续是耀材证券的 市务总监国师志郭sir 郭sir 你好 你好 来到这节目跟你先跟进一下 就是港股方面的最新情况 我见到现在这一刻跌2万2747点 跌幅超过1% 跌331点 最多更加跌超过350点 先问郭sir 你 看到恒指方面又失手23000点的水平 怎么看今天港股方面的情况 内地方面来说也有逆回购 之前来说也有一些不同的措施去放水 其实来今的后市会否看回乐观一点 两个看法 如果跟随A股来说 暂时应该是断定的 但是这两天市场有些拆仓的行动 首先来说很多人对拆仓这两个字 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略逐解释 在一个升浪当中 基金或者机构上投资者 一定有某些部署的 很明显这个升浪 其实来说虽然传统的蓝筹没有怎么动 但是科网或者澳门的博彩股 是升得很明显 尤其是博彩股断倍来升的 早前来说有些传统的蓝筹 一直都被一些沽盘力压 资金走去哪里 就走去买博彩股 走去买科网股 好了 经过一轮的中期上升之后 大家发觉到博彩股累积的升幅 已经已断倍计 相反说传统的蓝筹 或者传统的股份 一直持续低迷 不是跌很多 但是相对整个大市 和相对博彩股来说 人家就升倍几两倍 你又跌十几二十个百分比 很明显的差别已经看到了 这些就是市场一个相关的活动所造成的 好了 问题就是去到一个厚的阶段 博彩股赚了钱 你不下车 不识数这样减持 不去锁定利润的话 始终都是账面上的财富 另外高价沽了一些传统的股份 现在股价都跌了下来 虽然不是跌很多 都是技术上 账面上有钱赚的 不过你不把握低价去买回 万一内地有什么政策出来 而市价格上升 你就由赚就变虚了 持货和沽空是两件事 沽空如果市市一走上去 你要回补的话 真是越监越高 不到你说的 但是持货了一些 不要紧 持货上来的博彩股 累积升幅已经相当多 你减持一点都没所谓 就算要走下去的话 条路还是比较远 未必有那么容易跌回去 买入价钱 即是说好像银如27号 由34个岭升到84.5 这个升浪已经升了50元一股 就算要回套 断股也不会跌回50元 回套三分一 你都是试回70到72元之间 这样说法 即是说 现在基金是将一部分的博彩股 在市场上进行一个正常的回套 回套所得的资金 目的是锁定利润 未必会全部走光 老实说 因为基本因素方面仍然偏强 尤其是中央政府一日在政策方面 仍然支持澳门特区经济的发展 不需要担心大方向的逆转 因为每年去到年底 或者其实都没有什么节日 每日去澳门休闲消费娱乐 或者是博彩人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而且这个消费群体 是有很大的消费能力 即是说澳门博彩人的前景 依然乐观 只不过股价走得太快 或者是这样说的 集团在赚钱 但是同时的股价也不断上升 但是股价上升的波幅 上升的幅度 是远超过集团赚钱的势头 很明显升快了升大了 刚才提到的银鱼 由84.5%调整到72.5% 这十多元的下跌 绝对是正常的升厚 技术上的调整 机构上投资者也趁机会略作减辞 而回吐一些锁定在手的利润 好了 早前沽空那些是怎样呢 老实说 幅度不是跌很多 但是低价你不回补过 万一股价抽回上去的时间 问题很大 因为接近末期业绩的公布 很多时候会有股息派送 如果到时 雪了股价还要赔了股息 即是赔了夫人又接兵 那就不太划 所以基金是会一方面 着量回吐 一方面慢慢慢慢会回补 一般的情况之下 机构上投资者要做这个动作的时间 都会慢 是不会急的 回吐就当然会比较明显 赚了30元在手的利润 就算跌10元你也是赚钱 最多估价跌比较低的时间 我就不再估价 但是你回补的时间 没可能什么价值 所以一定是禁止来慢慢买 和说清楚一件事 回补和增持是两件事 回补就是我沽空了10万股 我现在低价慢慢慢慢回补10万股 赚了差价回来 那就收兵了 至于会不会买回头 就视乎形态 视乎基本因素而定 和看落地政策是怎样 但是增持就不同 增持真是你一路买上去 买越高越买 因为基本因素偏强 好似博彩股 你就是一路一路增持 造成势头 所以如果股份用到增持字眼利用 相关股份上升的步伐会比较快 而且上升的波幅也会比较明显 相反来说 如果纯粹是回补的话 总之我沽空了10万股 我现在低价慢慢买回 但我是慢慢买回 我没有必要扫你 我补完都是那10万股 跟你增持可能买20万 买30万 是两件事 大家应该明白我所说的 现在正正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博彩股是有拆仓的 少许的回套 但大方向还是好 至于传统股份 亦有一些买本慢慢慢慢 逐渐逐渐回补 这个回补和订钱出来增持 又完全是不同的 现在这一分钟 大市跌了这几百点 很大程度上是由博彩股所拉动的 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博彩股升的时间 传统股份升 到博彩股回的时间 传统股份又是跟着回 大市就是人家升 我们没得升 人家跌的时间就要跟着跌 暂时势头真的比较反复大远 而恒生指数经过今日的下跌 技术上又再出现一个 叫浴市低位的格局 首先来说今日的下跌 由于是先抽高一点再回头 所以没有出现一个裂口性的低开 就算日后要回补 亦都不会有一个因由 是回补下降裂口 是没有这个情况出现 高位跌下来是浸浸向下走 平开然后跟着抽高一点 跟着再回 这个杀伤力是比较大的 相反来说你一开出来跌二百点 即是说你中段是没有成交 你变成任何的交易 都是在开低二百点之后才做 现在就不同 抽高之后回的话 即是断断买就断断输 我觉得由于十天和二十天线 已经相计失手 目前比较具防守性的支持 正在二百五十天线 二百五十天线 暂时来说是二万二千五百九十四点 如果再向下走的话 我想今个月六号的低位 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八点 亦是最后一个防守的据点 由二万四千一百十一点 这是去年十月二号的高位 开始的回落 暂时来说去到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八点 有止暴的形态 即是说这阵子跌了一千五百四十三点 到底够不够呢 其实在技术上来说 初步已经可以满足一个 所谓中期调整所需 但是如果你说个别的领航股 放慢或者逆转的话 指数可能回调的幅度 是会比预期为大 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再向下走 如果真是很不幸跌穿了一月六号的低位 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八点 只是代表一样 由二万四千一百十一点的调整 仍然继续延续中 情况又不是说差得那么紧 因为今天跌到二万二千七百多 已经有少少止暴 相对二万三千点来说 其实来说不是差很远 能不能够在收市前 拉高一点就很紧要 因为一旦跌了二万三 就情况比较麻烦 今个月直到现在都是先高后低 因为二号的高位是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九点 去到六号的低位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八点 市在今个月下跌了九百零一点 一样看得到 以现在的指数二万二千七百六十八点 是跌离了 跌离了二号的高位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九点 即是早前一个初初存定的形态 经过今天的下跌已经失去了 技术上也在处于一个 逐步下市低位或者肉市低位的架高 这一分钟最重要的是 不要进一步跌穿二百五十天线 二百五十天线相对现在的指数来说 大概都是一百多点 如果一旦失手情况就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又去年12月二号的高位二万四千一百十十一点的调整 可能仍然还是继续的 一月份剩下的交易天 不计今天不多 只有四日半 这四日半之内有没有一个惊喜 我觉得没有 因为暂时来说 如果市会硬要上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九点 我回回问 由什麽股份带动的指数上升 传统蓝丑暂时来说 有些拆仓的行动 即是按住来补 即是又不升得了 博彩股也有一些 升后的回吐出现 又是不升得了 这两个板块不走 恒生指数又怎可能上升呢 加上十天二十天线失手 技术上市亦再重演一个 辱市底的形态 暂时来说 可以这样说 拿着一些股份 如果是传统蓝丑的 就持刑保贷 因为一路都没升过 那你又不需要太急 可能去到二三月份再行定夺 但是拿着博彩股 由于累积升幅真的比较大 没有做风险管理 没有订低指赚位 自己就吃虧了 我当一个银鱼 如果你是四十多五十多元 拿了 恭喜你先做得对 你也赚了钱 但是去到八十四个半 不走有道理 大行看报告 看了九十元 你当然是上网八十八到九十 不过不要紧 那一刻是否需要订低指赚位 如果撤了八十元 或者八十一 或者七十九元 现在你的问题就不是那么大 但没有订低指赚位 市场走低一点 走低一点 不少人由于拿着银鱼的股价 见过八十四个半 来到现在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元 他觉得赚少了很多 他就不舍得沽了 你不舍得沽 不是代表股价不会回 不过我也有一件事想说 就是大方向还是向好的 因为基本因素还是强 所以这一阵调整完之后 基本上是有来后市进一步的发展 对博彩股 我始终仍然中期仍然看好 但是短期来说 由于升幅比较大 暂时需要回套 所以要入博彩股 要买博彩股 都要稍等等 或者分住买 不要抱住 我今天买明天有钱赚的心态 一浪高一浪的形态 已经过了一段落 现在处于一个 升厚技术上的调整之中 至于其他的股份 老老实说 如果机构线投资者 一直拆仓 一直要回補 不是增持 所以一定是禁止来慢慢买 大家就算要买 都不要急 一定要分住 现在这一分钟 最弱势的 仍然都是内韩这个板块 好 谢谢郭瑞 順便跟大家跟进一下 臨近半天收市 主要蓝炒股的最新表现 匯控跌1元 最新做85元 中移动77.1 跌5毫半 中国银行跌6 做新3.37 工商银行4.8毫半 跌1.2 建行方面 做5.49 跌3 港交所126.2 跌1元 中人寿22.8毫半 跌4毫半 有邦保险37.6 跌7毫 跌幅接近2% 腾讯控股522元跌5元 金沙中国继续有回吐的情况 跌接近5% 跌接近3% 现在正在60.3 长江实业跌1% 新农基地产跌1% 九仓方面跌超过2% 中海外跌1% 华允智地跌超过2% 现价在19.16 石油石化股全面向下 中海油跌超过1% 中石油同样跌超过1% 中石化跌超过2% 现价在6.29 跌能能源13.56 跌接近4% 中海神华跌超过1% 现价在21.7 好 这时间差不多了 继续跟大家跟进 刚才郭先生提到的现价 现价也跌至2% 做75.45 这时间差不多了 跟郭先生做新报 提及相关股份自己有持有吗 没有 谢谢郭先生 和大家最后跟进一下 恒指方面半天的经议停定了 跌在315点 跌幅1.37 停在22,766点 这期时间差不多 1点钟继续有要财财经台的直播时间